那個五一錢的物我不要 那我靈驗到裡面丟雨 我都不講太天啊 這個很重啊 打到腳會斷掉耶 好像還要做啊 就這樣看見了 就這樣看見了 小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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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 好 好 好 我們專門負責幫他們卸 專門卸遠洋船 還有游泳船 這些翻面的 還有丘刀也是我們在卸 你這隻手就是金的而已 這隻手要抓著下面 第一個就是說你在工作的時候 一個鎖碗 你的鎖碗你丟得出去還是丟不出去 你要跟人家講 你有辦法嗎 沒有辦法你不要勉強 等一下一丟不出去又躺回來 第一個兩個三個四個都會打到 船邊 出入褲 還有裝櫃 菜握櫃 還有什麼砸七砸八的工作 一般最多都是在冷凍庫裡面 他們會先教你怎麼拿勾子 然後會拿的時候 拿得很順的時候 就開始進去倉庫裡面學東西 學怎麼放那個魚 箱子的怎麼打怎麼拍這樣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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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種傳統褲都是十幾度 很少都打到二十幾度 人也是要忍住啊 為了家庭 找到了沒啊 快了快了 好 接過 有時候沒有工作的話就是在我們那個公寮裡面休息 有的話就不一定要看是什麼工作 可能是他過土他沒有要出雨啊 那就是沒有工作啊 不然就是他過幾天才要出 然後這幾天就是沒有 比較沒有什麼工作 我們做媽媽的當然也喜歡說小孩子有一個固定的工作 要不然我也分析跟他講 你去中鋼那邊做啊 中船啊 那邊固定啊 他是建議我去做一些 像中鋼裡面那些 吊船啊 退高機的 不然是在那個碼頭裡面 做那個 貨櫃的 固定式起重機那種 吊車啊 就是那個 趁年輕啊 多鑽一點 好 因為我們沒有學歷啊 我們只有國中 國中藝業而已 就很有介紹來這邊做的 我們不喜歡讀書啊 我們只能做苦工啊 先來這邊 我們這個是 我們不喜歡 但是我們不喜歡 綿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